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行上调了金融机构外汇存款的准备金率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也回吐 A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后走势比较是个别走 上证指数收市微跌到0.1% 创业板指数收市到升到0.2% 在三大指数当中算是靠稳一点 资金北上持续活跃 接近收市情况 淨流入大约是250亿元人民币水平 板块上言胡提里 元宇宙游戏板块都有资金追捧 反过来与金融相关的 有证券、券商股份 保险股普遍下跌 北上持续活跃 两次成交金额到超过1.2万 亿元人民币水平 说到资金流 当然要看北水的情况 暂时都OK 去到超过24亿水平 看深港通表现最好的股份 排头一位有中雷国际 这种有理议的概念 暂时都爆升 去到8.3%的进象 3.14%的水平 之后有浙江细寶 暂时飙升去到1.8% 海伦斯做酒馆 一会再拆解一下 现在来说都急飙去到埃勤1.1% 上海那边的形势有点 说一说 后面我们没有谈到 有只安德里果汁升幅到6% 至于第5也有粤民集团 暂时进章到接近5% 继续身边有Konita 和我们谈谈海伦斯 你好 这种就算是半新股 9月中时上市 招股价是19.77元 为大家介绍 它主要在内地做海伦斯品牌的经营酒馆 兼且它持有海伦斯品牌的酒精饮品 目前在内地拥有超过600间直营酒馆 今次的升幅和四支羊竹升上来 有大行的加持 大和给了买入评级 不过留意目标价 现价已经过了 它看21元 认为加速网络扩张 今年新增门店超过700间 完成目标到93元 预计到了2023年 都可以实现到盈利强劲的增长 另外劝商的看法 有国盛政劝的观点 内地最大线下的酒馆连锁公司是它 优质、复制能力强 和对于龙头的市占 提升就有空间 近日来说都升得很快 怎样去看未来的前景呢 我想它升得快 基本上我觉得 撇除了基本因素 基本上我觉得很明显 都是和半身股的操作很类似 上市第一天19周七 都飙升了上去 其实大家都有钱赚的 但是你想想那时候的市 其实就刚刚在上市之后 那个市其实跟着就麻烦地 它又横行之后 跟着还要跌下来 就是穿了一些招股价 所以如果你要沽 你真的沽了给它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开始慢慢 才又开始收集 然后上回来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挺典型的 现在上回去招股价 其实就不是高很多 所以你说会不会 如果真的他们要收集 当然如果他们最便宜的位置 买的是十三个多 现在就很大利润在手 如果你说用招股算的 其实还有一个空间 不出奇的 大1.9.2元而已 是啊 至于你说基本面方面 有它的品牌 亦都是香港来说 都是第一间这些行业的公司 在香港上市 唯一还要留意就是 它其实跟疫情都很大关系 所以这个都是会有影响 现在就拓展第三方的业务 就是帮别人的品牌去生产 所以业务上是不错的 唯一就是我想股价 暂时就不只是跟基本面去看 我相信短期应该还有点上升空间 起码你说如果想回去 上市前的那些位置 就二十四个多的那些位置 我想都走不掉了吧 好 今天就都很厉害 超过一个月的高位 一直上到21.9的位置 现在去到美市就稍微是回信 不过都急标去到一成一下 谢谢Konita和我们分析 我们再有期待 那时日中低位 当然就不用怕的 跌风不是很大 一度跌大概230点 今次早低开184点之后 本来收窄过的 曾经跌是40点 那些新经济、赌股、若股 就拖低回市 下午回来刚才看 刚刚甚至日中低位 230多点的跌风 做着24,020 今天一直都守得着24,040 现在开始有点考验了 是不是 金融指数跌了200多点 稍微跌多了 金融股 总成家有8,817亿 大家看看24,040 附近是否撑得住 看看恒生科技指数 新经济股走势重要 恒生科技最新6,025点 跌了1.2% 刚刚恒指跌到24,040 我们看回约港股 排第一位 美团跌了4.4 阿里巴巴跌2.2 腾讯跌5.4 三只跌幅都超过1% 似乎部分跌多了一点 拖低指数多少 青岛碧 今早说过 復星国际有报道 他们打算减持青岛碧 估计没有跌反卫升 早段升过3% 有一升幅有1% 恒生中国企业跟国企指数走 最新跌了6.2% 看看6至10位 恒指刚刚齐头跌过24,040 盈富基金跟恒指走 跌24,040 快手跌6.5 早段快手应该是挺好的 现在跌了 高位做过88.8 没记错 现在跌了 比亚迪股份跌2.2 健康跌3 海内英新股 继续潜水 招价388元 看看其他主要蓝筹股 刚才有提及 今天这版本都不行了 如果真的要说 就是长和系的股份OK 是吧 梦牛OK 梦牛、长健、长实电能 那些暂时能够逆时求找到 好了 我们不如说一下新股消息 有传闻说 美国财政部 计划将 人工智能公司 商汤科技 列入投资黑名单 据报 商汤科技正是和港交所谈 紧急讨论下这个上市计划 大家记得他今天是截止认救的 暂时是港交所拒绝评论的 那么看回路透的消息 怎么说 那麦路透的报道提到 港交所发言人就回应说 不评论个别公司 而根据上市时间表 商汤就今天截止认救 就是今个月十七号上市 好了 我们说完商汤都要跟进了 这件事还要观望未知到的 看华尔街报消息 据报美国计划阻止 这个狗派的中芯 去买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工具 当然暂时对中芯股价 没太大影响 还靠找到的 先升五个 其他晶片股 ASM相对较差 跌幅又超过百分之二 二栋股今天多 反而值得看这一版 彩生活 听一提 阿妈随时会抵押他的股份 随时被人斩仓 所以股价先跌好 股价一度跌成一乘三 最新叫做跌幅收窄 普普马特这个盲盒玩具 大家不知有没有在香港 买到一些product 有得买的 他就被官媒批评 说这个盲盒经济 监管就不能盲 继续要看着你 要确保那些产品价值 和购买的价格 相称 还要留意 他就有些盲盒产品 涉及虚假宣传 传就是被这个北京市监局 罚款二十万人民币 看看集团怎么回应 这个传闻 股价就跌了超过百分之三 中铝国际厉害 越升越有 刚才升成八成多 现在就七成六进价 受惠于那些原材料 里嫌的价格上升 自不然炒高了股价 A股都做好的 最新来说就升成七成六 上到三元楼上 突破五十天和一百天线 高位电子都股价靠找到 其实今天早段好一点 创过新高十三元 最新升幅收窄 优泰就今早升过半成 上个月摄像头无组 产品的销量有三成四的增长 当然最新来说就是未升四了 好 讲讲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休息回来再聊 欢迎收看楼市触大爱 唐海文先看今天的重点地产消息 有团体申请改划打鼓岭一幅用地 兴建接近600伙的过动性房屋 项目位于打鼓岭平邪 前身是升平学校 地盆面积超过14万平鋪尺 博客医院申请以1.1倍的地积比率去发展 兴建两座最高四层的住宅 合共是596伙 面积717多至357平方尺 另外包括社区大楼以及长者服务中心 总楼面超过16万平方尺 预计在2023年的第四季落成 资料显示 学校曾经是电影国产007的场景 运防局在去年曾提出在上旨兴建711伙过度性房屋 但被区内的居民反对 荃湾的如景新城一个三房套录得洩阳 单位位于8座高层 实用面积600平方尺 业主在今年的9月以980万去放盘 最终累积减价70万 以910万去沽出 实用的尺价是15100多元 代理说 原业主在2018年以高过市价8% 即是930万去买入单位 持货3年账面亏损20万 如果计算买卖佣金、律师费等费用 估计实际的损失最少80万 嘉宾一起谈谈 这一集很开心的Ryan在这里 Ryan 你好 先说一下豪宅的市况 一些深受内地人欢迎的地区 例如九龙站等 因为疫情封关之后 销程都慢了下来 若果真的成功通关 相关地区的成交量会升多少 赤架有没有上升空间多大 其实我们相信通关之后 地区的成交是会有回息的迹象 好的话会有3-5%的增幅 但现在会不会言之过早呢 鉴于疫情反复 相信中港两地的通关 都不会完全通关 要看一看是怎样安排 日后会不会加息 亦是一个影响的因素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 预计日后通关的话 哪一区的豪宅表现会比较突出 还有背后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我们预计通关 一些传统豪宅区 柳宁比较新 或者一些名牌的蓝筹屋苑 例如礼顿山 帝景园 地利根德国这些 就会比较突出的 主要就说他们的屋苑设施齐全 管理就非常之完善 同这个核心商业区的距离 都十分之近 如果我们以业主的角度去看 现在豪宅的业主的态度 有没有明显转变 有没有即时去改变他们买买的部署 例如是封盘那些 或者消息都不太刺激到他们 其实你说那个转变都没什么转变的了 实在他们都见惯封浪的 继续都会放盘 不过那个议价空间就会逐步收窄 甚至乎都会有一个稍后加价的部署 看回个别的名牌屋苑 例如帝景园、贝沙湾、礼顿山、宝翠园 都会比较受一些内地客买家或租客欢迎 这一类型的业主的心态都会比较进取 对于通关的期望也会比较大 我们再看二手的市况跟一跟 楼市升至历史高位之后 走势是有所反复甚至有轻轻的回调 怎样去解决目前二手市场的表现 始终我们有一个叫做特别印花税 限制住的出售 令到供应比较频发 住屋都是一个刚性需求 刚刚就有一个降涨的消息利好 买楼也算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投资 有需要而有能力的客人都会选择入市 你说慢了就临近年尾 大家都辛苦了整年 想放松一下 看看下年的部署 预计下年的走向 而买家印花税有15%或30%的税率 都是令他们考量的因素 还有买楼是一个长线的投资 下年会不会加息呢 亦都需要考虑 年底的 可能靠近 大家停一停 再重新打算盘 想想部署是怎样 如果我们看目前的数据来看 无论是官方 或是代理等的楼价指数 都算是接连暴跌 要跌下去 有没有说动摇到业主的信心呢 其实业主的信心有影响 例如一些单栋楼 或者楼宁比较大的楼宇 业主意价空间都扩大了 而蓝筹屋苑 业主一般实力比较红厚些 受到新盘带动 他们的叫价都会比较强硬 现在来说 我们在估算市场对于通关的反应是怎样的 现在来说 评估上你又觉得偏向哪一变呢 业主是否都比较有信心呢 如果是买家上来说 即是看法 是否都不用如何急于入署 还是怕有抢盘的情况出现 其实各有各看法 你说通关确实是一个利好的因素 但是楼市就不是一个原因 就可以说得通 始终要看环球经济状况 美国加息的步伐 政府我们的政策是怎样的呢 都会影响到业主和买家的信心 你说抢盘就好看个别的屋苑 甚至个别的楼盘 始终楼宇供应都比较频繁 能够做到一个足够承受的按揭 或者配到齐全的屋苑 选择实在不多 确实我们亦都见到 最近有抢盘 反价的情况都会有发生 几十秒都要跟进回 刚刚我们说了加息 说到税 疫情没有说 新变种病毒 现在投资者是怎样看的 暂时没有数据反映 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我们医疗科技越来越发达 市民对于今次病毒的恐惧 消化了很多 没有第一次那么厉害 对于他们的信心 买家的冲击已经减少了 希望逐步消化 接下来还要看通关的因素 今天谢谢Ryan和我们分析 麻烦你 王竹坑 其实海景的洋房供应 是十分罕有的 整个深湾九号 所有单位都能看到 深湾游艇的景观 整个南区 是最近地铁站的房间单位 屋苑总共有11座洋房 实用面积介乎2500多 至超过3500尺 或14房套开积 参观实用3400多尺的 大单边洋房 不仅指私隐度比较高 大门对出的私人车位都多一些 可以泡到五部车 洋房采用双门设计 经过第一道门之后 有个大约50尺的入口门厅 左手边是大约30尺的壳厅 有简单的结具 再经过第二道门 就来到单位的大厅 业主在大约五年前 已1亿3800万买入 但一直都没有在这里住 全屋的装修设备 都是原装交楼标准 客厅超过450尺 开积是正 虽然向南的一边有整排落地窗 但只剩下三边长身 长到介乎2米多至超过5米 不难放家具 饭厅主要靠一边大窗采光 面积相对小 不够客厅一半 只有大约200尺 连接饭厅是半开放式厨房 厨房的原装交楼标准 是附设一度拖沫 关门后 可以阻隔煮食产生的油烟 不至于打开之后 都可以扩阔整个厨房和饭厅的空间 厨房超过100尺 整体用色比较深 抽油烟机、炉头等家电由外地进口 副切雕柜 厨柜储物量充裕 经厨房再进去储物年工人房 面积和厨房相较有过百尺 还有独立洗手间 厨房附设一个不够70尺的曲尺露台 近望深湾游艇会网扣墙 厨房四间套房分布在楼上两床 这间近350尺 内拢实用 游落地大窗 可以外望南面深湾游艇会一带景观 厨型套刺大约70尺 淋浴浸浴兼备 同层另一间套房大约200尺 曲尺大窗彩光离想 但缺点是会看到旁边的阳房 套刺大约40尺 只有棋缸 再上一层有主人房 近360尺 并且外连大约45尺的露台 比楼下客厅的露台更加示范 套刺近100尺 有箱洗手盘 近窗还有按摩缸 如果想看竹本的刑写潮流 请留意今晚九点 无线财经资讯台 天天有楼看 各位一节财经消息 有传美国计划将人工智能公司 双湯科技列入投资黑名单之后 拒报美国可能限制中心采购工具 路透引述消息报道 双湯科技正和港交所紧急讨论事件 对上市的影响 禁令消息一出 由美国投资者开始撤回投标认救的申请 也有报道说公司正考虑是否推迟上市 港交所说不评论个别公司 另外华尔加日报报道 美国计划禁止投资双湯的同时 禁止向中心出口涉及关键技术的晶片制造工具 双湯科技今日自治招股 今个月17日上市 据报内地交易商协会 今日举行房地产企业座谈会 优先支持并购和项目建设的债务融资 证券时报报道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今日举行座谈会 将会优先支持符合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企业注册债务融资工具 用于补充已受在建项目的资金缺口 以及用于房地产项目或资产的股权收购 以支持补交楼、补民生等等 招商、蛇口等企业 近期已计划在银行间市场注册 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 用于房地产项目的收购合并 太港股最新表现 恒指越跌越深 最新跌276点 报23978点 总成交超过955亿 财经消息到这里 来到下午的移动追击 这次移动追击 和大家看看1778财生活 今早股份伏牌要低开555 跌幅扩大去挨近1.4% 暂时低位都是去过1元的位置 都见了低位 消息方面我们都可以留意一下 这一节我们嘉宾有Ralphie 和大家看看 就是1778 Ralphie你好 消息都是看着 因为财生活披露了 母公司花样年接获天峰证券的通知 就说花样年未还到 大概9698万美元欠款 就说天峰有权处理 用作向天峰抵押的7.8亿股 但这个消息如何解读呢 是否都有意味着 会被斩仓的危机 大家是害怕这个 你见到今天财生活回来 就有个急跌 我想我从事都是担心这件事 因为始终 这个也是和过去这两个多月 大家不断讲内房的债务 没问题的关系 又被形成的就是 那些儿子 那些物馆公司 虽然本身自己的业务 其实可能未必太差 但是因为妈妈欠钱的问题 有时都会拿着股份去抵押 或者是可能要去 拿他旗下的资产来做还债 那样东西 所以有些商贷出 那自然对那些儿子 那些物馆一定有个拖累 那我们说在这一刻 始终本身因为这7.8亿股 是压在天峰那边 那如果你说 现在说花样年真的还不到钱 那意味着天峰 可能会将这些股 慢慢沽出去 或者是斩仓出去 不出奇 去到抵消那9千多万的美金 所以大家会有这些担心 以来的股价方面 今天回来有这样的下跌 看到其实财生活 它的成交就不算很多 一向都是 今天来说都是三百多万 即是来到挨近美市 不过都不排除 之前有人可能想博一下反弹 进取一些 譬如恒戏这些 持续都有些投资者 可能想入场吸纳一下 对着这类的高危股 是不是都叫做高危股 大家应该怎么处理 绝对是高危股 我想内房本身过去这几年 不断提到很大的财务问题 而你说当中 假的内房好 假的物股好 而他们本身背后 是说内房背着重债 这些绝对是高危 假设这样说 假的内房 例如央企国企背景 例如农伏8109 相对又不是那么严重 或者这么高危股 所以花样联採生活 这些绝对是高危股的选择 所以你说如果真的选择下去 这个说真的 很明显当然你选择 都是比较投机味的 就是你预计了高风险 可能有机会高回报 才博下去 但是的确现在这样博发 是会有几大的风险的 甚至乎你看到这个股价这样的跌 这些设法都等于是 真的有点拨错边的意味 所以我想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真是有货在手 就忍痛地真的要自舍 但是没有的话 就其实真的 刚才都说到 不会怎么建议大家 选择这么高危股的选择 如果真的要选择内房 都是比较倾向选择 真是比较大背景一点 央企国企背景那些 可能都会比较合适一点 也要留意背景去选择 是 没错 但是我们也说回多一点 有点财生活的情况 业务到底是怎样 我见到10月份的时候 财生活就因为没办法 和选择原服务 还到7亿人民币 就逼着卖了伦里诺 其实他们早前 财生活和花样年 7月份的时候 曾经宣布 就打算将伦里诺的业务分拆 现在这个情况真是告吹了 从业务层面来到说 财生活是不是都 其实基本上 没什么可以憧憬 不大憧憬 因为始终一来 刚才一开始说的 就是因为这一转 我想大家看很多物馆 始终都会关系 看起来没有企业内房那边 始终你财生活 看花样年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环境 变相一定是觉得 就算本身财生活 自己其他资产 其他业务 是有一定的价值都好 但是你财务危机的话 你久不久都怕着 因为那边要还债 而这边可能 你又被出售一些资产 被迫债买一些东西 或者是拿来做抵债也不奇怪 所以自然对财生活 一定不会特别有利好的存在 而且始终我想看来 这一转透过这样的一个 可能负债违约的因素 其实将来看本业 财生活的盈利前景都未必太吸引 但这一刻大家选择一些物馆也好 我觉得都会看下 没有机会在这一转的一些 所谓差的时间里面 是有能力去做收购并购 起码能够撞大自己的本业 但是这件事来说 在财生活身上 也都不用太容易见到 所以我觉得 无论这一刻 或者未来方面的看法 都比较审慎之下 其实走势 我觉得都比较会差一点 如果拿着的话 大家都要 你还没走到 那怎么办呢 是 如果你说真的 没办法 刚才说到 你要驳去有个大反弹 其实机率就很微 除非真的突然间 展现很大的曙光 但我觉得以内地的取态 虽然不断强调 不是说令整个内房 所谓一起爆 或者各样东西 但是个别 可能忠小令一些内房企业 是真的可能有机会 真的有它违约 或者未必加一间都够 都够不完 或者这么说 所以这些属于 比较偏中小型的话 其实自己真的 违约的风险信率比较高 那年代如果没有违约 那物馆一定都会有个秀虑 所以你真的要博去 大胆 刚才说到机率是很微的 唯一可以做 真的忍痛 我想这个没办法 就是有时候你选错股票 或者你还到这些位置 还拿着 其实真的没办法 我觉得唯一可点就是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打高一点 譬如蔡生活为例 可能去挨近过二 就是过去 刚刚过去这几两个月的环区附近 我想有机会去那些环区附近 可能减一减才会好一些 都要忍痛就先走 是不会错 看到最新都有6%件外的跌幅 都补充一下 他们本来打算将这个业务分拆 而分拆之后 蔡生活上半年的业绩 即时都大打了折扣 反正都给了大家看 既然这个蔡生活就一样 有没有其他物馆股想得过呢 比如说给贵源服务 是不是刚才你所说 大胜一点 比较安心一点 相对来说比较好很多 虽然你说 币贵源服务 即币贵源 都有一定的一个责务 都比较偏重债 但幸好它暂时规模比较大 还有它的流转相对还是OK一点 所以大家对这些物馆的看法 就没有那么担忧 那年代力的迫伏 其实过去都有在这个多月做过一些收购并购 甚至乎它也做过一些配股 可能都为了未来再去行一些收购并购 所以从冒险上讲 我觉得会是优胜一点的 一定不会特别担心 它也会有一个很大的 可能是捱沽的风险 但是当然短期来算 我想整个版本都一样 如果你这一刻选去物馆的话 其实你如说它的走势 会挺跟着内房走的普遍 特别是短期内房又是 又是深陷了一个可能责户危机里面 而令到它们捱沽 那麽物馆都会有一些捱沽下去 但如果好像譬如过这段 普遍内房是有些的修正 有些的反弹 那麽物馆都有些 由低位弹化不少 那我想短线走势 两者会挺近挺贴的 但是中长线来说 那我觉得如果真的选物馆 选择一些比较大型一点 那我觉得质数会比较强一点 其实是不是都是得回碧桑 服务是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说给个人服务就相对好一点 而另一种我想是中海物业 其实都可以 因为本身它的背景都是中海外 那其实更加稳定和硬正 但是只不过它是很稳定 那你就会预计它的增长 是比较慢一点 其实过去这几年左右 如果论它自身增速来说 它不算特别比较快 但是是不是有很多收购并有机会呢 反而因为它是有这些央企国际背景的话 可能它们要做收购 都某程度上要看内地如何所谓分配 就是又不同一般民企水 想收购那么容易 所以我想看它们被分配到什么资产 但以论质数来说 其实都不是差 看到中海物业暂时靠稳 升一线做7.94 节目时间够了 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节目时间了 这一节新边嘉宾继续有Rafi Rafi你好 谢谢你好 和大家跟进一下港股最新的表现 港股下午就跌多了 跌穿了早上的低位 两万四这些位置都失手了 暂时最多都要跌超过三百点 暂时低位两万三千九百一十六点 继续都是医疗相关股 倒股拖着市 看到最新行指来够的美市 都逼近日中低位 跌三百一十四点 做两万三千九百四十四点 成交超过一千零一十三亿 后市方向都要问一下Rafi 看到港股今天来到美市 还要沽压大了 大家还是看着 那些东西要看着美国的通胀数据 那就是美国公布的通胀数据 来到的方向是否要继续插下去 今天来说稍稍稍稍退一些 又赶出钱 始终过去几天都反过了 上来 港股 此终以来 一来也要留意今晚美国的通胀数据 这个其实都已关键 那下个星期美联储議息 也很关键 之后究竟是继续匀下去 还是没那么英 这也是一个后市 小小叫左右的因素 连大迷其实从昨晚 你看到内地那边也上调 宣布了上调外汇传准率 这也令到人类也弱了之余 港股也有点的气氛上影响 我想今天两个因素跌加 叫做令到钱就刚才提到稍稍退一点 但是我想暂时又未说 因为跌一天就即时又觉得市场很差 当然这么说不是特别好 就是港股一向都 但我想又不需要说 因为一跌就等于立即又怕着会破大 或者其他东西 但是今天因为始终我觉得 今天虽然说跌 但是成交也不多 这一刻都是一千亿松一点 其实算少的 所以变相啓智性未必太大 我想短期会先反复 十天线会关键一点 如果十天线能够守住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说 在市分之前可能二三五 或者是再低一点 可能是去二三一二三二这些位 所以我认为短期望着十天线 所以我想短期望着十天线 但是上面来说如果守得住的 继续以二十天线 大概24,45度 做回这一转的目标 但是我觉得要真的大升 始终港股都有限 不竟年内表现都比较顺色 而且越来越近年底 我觉得有机会交流都会慢慢再缩一点 所以动力上会比较差一点 现在来到接近四点 成交方面都只有1020亿左右 看到最新的行指跌幅1%以外 跌至278点 还有23974点 跟进下有什么活跃港股的表现 看到最新的一只腾讯牌第一位 跌幅2% 美团跌超过2% 阿里巴巴跌2.8% 恒生中国企业跌至74指 青涛啤酒都上榜 升到2%以外 第六位的股份 我们都跟进下 有质型库基金跌2.6% 最近24.12元 快手都可以上榜 都要跌9.5元 比亚迪股份跌3.2 建设银行跌2先 长城汽车跌跌3% 做在30元的整数位置 大家关心的主要蓝筹股 看看有只汇丰红股跌近1.5元 有邦跌1.05元 中国移动跌5.5元 港交所就偏远一点 至于煤气 门着新母星跌 做11.7元 看完蓝筹股 都跟大家跟进一下 一些过股的情况 我们家庭观众 都打了电话进来 我们第一个电话有施小姐 施小姐你好 是呀 我想问一问那只美团 我应该 我是270元买的 就看看多少钱 指示或者多少钱放号 谢谢你的电话 美团的科技股 今天整阵都不是特别突出 今天都要跌2% 其实整体这一转都不是特别强 始终我想都是受着一些 比如之前你中概的担忧 虽然美团又不是太关事 但你的气氛都有拖累 连带过去一直以来的监管所有东西 我想对整个科技版块 新经济版块 其实不会看得特别强 起码年底前或短期来说 都比较难有这个机会 所以你要美团有一个很大的声势 似乎都是比较难一些 还有你看到很有趣的就是 由11月底开始这阵下来 其实刚刚你看到 过去本身是287至300 走了很久 但刚刚两转都要有两个裂口在 但是刚刚近期反弹极 都去到裂口底 其实就已经顶住了 所以我想一天来说 回不到上 大概250楼上站稳 或者慢慢补回这个小数下跌裂口 而乘机上回207楼上的话 其实美团的股价不会特别强 但如果向下 真是付一个比较短期的 一个可能定额指示 或者是离场位 明显地近期低位 刚刚到283边 如果短线跌穿230元的话 可能考虑走一走才会好一点 我见到最新都要跌2%以外 241.6的位置 之后我们还有陈小姐在这里 陈小贞你好 阿达婆婆 你好 你好 两位支持 你好 因为我买了个费手 就是86元买 请问会上到多少呢 要不要指线呢 谢谢陈宝宝的电话 我们最近都多一些观众留意快手 是不是都想做短线的部署 我想近期快手 日前就传他有些裁员的消息 变相股价反而过去几天就弹过下 可能大家会觉得起码有效地减散成本 但是始终我想论那个前景 我自己对快手做比较一般一点 虽然过去扭入第三季的季绩 比预期是理想一点的 但是始终我想这些直播相关 对视频相关 其实面对竞争都是很大 而政策风险都多的 所以我觉得实际股价 是不是有很大的升势呢 我想难一点 甚至你看过去的贵岭 几个月来说 都是在介乎大概75-6元 去到大概100元 松一点 这20-30元做上落 比较大型的上落 所以我想现阶段 你这些位附近有货 可以先拿着 但是要真的向上弹的话 因为你要留意一点 就是上面刚刚几条线 都是在大概90-92元边 就是20天 50天 100天 都是这些位附近 所以要真的突破这些位 就是突破92元楼上 才可以看大概100元 松一点过去做目标位 但是反观下面刚才提到 而近期这个底 刚刚77-76元边附近做止蚀 如果跌穿这些位 我想考虑走一走才会好一点 也要有个计划 先计划好 看到快售方面 就偏远一点 85.6元 之后我们都收到 王太的信息 就是说 禁风利液1772 有些什么位置可以入市 如果禁风来说 其实近这几天 股价就好一点 但是因为过去那段 又突然跌到 差不多一条250天线 所以才有些反弹 但是论基本面 当然中长线是看得好 无论你相关 或者是新轮车 这些都没有太大质疑 或者是怀疑的地方 但问题就是过去这两个月 你见到股价不是特别强 或者动力两个都偏低 但是当中又不是没有消息 当中指公司有些收购 甚至乎自己和TESTA 又签了逐约单 但是股价都是大不起 反映到其实动力是减弱了 所以我想 如果你说要买这些位置不是不行 但是你定个指示 刚才看到 譬如跳250天线 如果真的跌穿 大概现在125元左右 我想你考虑走一走 如果这位置不穿 你才博它 踏上大概155至158元 做一个比较短期的目标 会好一点 短期来看 看到最新跌1.137.9 我们还有杨生的信息 说32元买了比较迪电子 前景是怎样呢 可不可以看到它36元 在这些位置 最近的手机股其实好像好一点 不过今天也跟过大使汇 一点 整体其实就好一点 但是比较迪电子不是当中最强的那一款 我自己比较看很多是镜头相关 他信与这些会强一点 比较迪电子明显你这一转 现在走着一个叫做反复收债的格局 变相要看一看 就是向哪一边有个突破 其实刚刚现在就升到这个 少少游回第三季尾 就是九月份开始 现在下降跪的顶位 能够冲穿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可以向上市穿35元 如果能够真的升穿得到 其实要看它自己说36元 机会是有 所以我想你可以先拿着 但是下面来的 如果一旦跌穿 挨近29.5 这些位置 我想考虑先行止据会比较好一点 手机 刚才你说看好镜头相关的公司 顺宇 还有邮太科技 高位电子 仍然是否看好顺宇 龙头一点 看到高位电子 其实股价来说不断创高位 高位电子股价就强一点 短期弹力上说 但是论基本因素 我一定都是看顺宇为主 因为始终我觉得 如果你论一个镜头的前景 特别拉着一些可能是汽车相关的 一些关于自动駕駛的 甚至现在说元宇宙 ALVLO 其实镜头有技术含量在 如果这个拉着技术面去看 信誉是会比较优胜的 但是真的在股价上说 它会动得比较慢一点 可能比较适合中长线 所谓坐的一个心态 但是如果你有两个短期炒作性来说 那可能信誉 大家觉得未必太过刺激线 看到今天股价都是先升后跌 最新早段都见过一个月高位 248.6的日中高位 最新偏远一点跌8毫子 245.4 至于优泰科技都升到1%以外 看到多位电子都可以靠 都见了一些高位 然后我们再帮一下陈珊 看到16.2买了龙原电力 可以继续持着呢 我觉得可以持着 其实始终现在整个市场 一来气氛也不强 其实你见到那些钱 也比较集中选几个板块 电力啊新能源 这些都是集中比较看得好 从走势来说 传统龙原特别 昨天一棍上来之后 其实初步也有点想向上 示高点位的格局 因为都升穿均催 所以我想如果继续守在50千线上 其实要反复展示之前 可能9月份20块边那些高位 我觉得机会有的 所以不妨以那些位置做目标 而向下只要不穿50天线 我觉得暂时的问题未必太大 可以继续持有着 即50天线大概是13.1这些位置都相对重要 50天线现在大概是17元边 应该是你看这些位附近 我想不穿17元这些位置 其实问题暂时不是那么大 50天线是17元边附近 见到最新跌幅都跌近4% 跌6.8只做17.2 看完股份都和大家预告一下 政府近期就说到要研究将强积金 强制转做年金 帮市民退休之后都可以有稳定的收入 当中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 我们下个星期又有香港财务策划施协会的主席 和大家上来聊聊天 跟随着恒指最新表现 跌2211点23963点 成家方面超过1056亿 再次感谢Rabby和大家的分析 节目时间都够了 待会有收视大件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